诚义祥 程义祥 你到底答不答应离开程家 我真是没有想到 我程义祥现在居然会有 如此大的威力 我离不离开程家 居然引来这么多 闲杂人等的注意啊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把你干过的所有坏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程老太太 我干过什么坏事啊 没有 我程义祥做人做事 绝对对得起天地良心 你不要诬险我 那你专门查我家地址 带那个日本鬼子来强暴我 这些事 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灵灵 不要说这些呀 灵灵 咱们还是先走吧 我没事 程义祥 我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如果明天你还不带着那个 什么孝文离开程家的话 后果你自己会知道 我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 不信你就试试 放你个屁 有本事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 你现在就行 你到处让人 说你被日本鬼强奸过 我看你个女孩家怎么出去做人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没名誉没地位 没个家人也没丈夫 我有什么好顾忌的 我有的只是两个最好的朋友 为了他们 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好 今天算你厉害 我回去 马上带孝文离开 反正我也不稀罕 待在那个破家里 等一下 好好找个理由 别再让程老太太难受了 撒谎演戏可是你最拿手的 不用我教你吧 灵灵 你怎么把那件事拿出来说呀 你以为我想说吗 对付这种赖屁狗 不用这种方法 怎么能把她赶走呀 你干吗一直那样看着我呀 高灵灵啊 你刚才 这个好潇洒啊 很厉害啊 我都开始崇拜你了 是吗 我对付坏人可是有一套啊 对啊对啊 你本来就是坏人嘛 我帮了你 你还这么说我 你怎么说话呢 不敢了 这个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良心 我们去看看程老板吧 程老板不是说想我们了吗 我 我不太方便见程老板吧 没关系 爸呀 现在脑子什么都记不得 哪还记得以前的事啊 我们回去吧 顺便看一看那个赖屁狗 有没有真正地离开 你放下来 放下放下来 放下来 你肯定又头晕了 小文 来来来 你又怎么了 放下 坐着 他都没头啊 小文 看看爸爸看看 你怎么回事 奶奶 你就让他们走吧 月圆 你快把他扶回房间去好吗 谢谢妈 不用了 就请您给我们留点面子 让我们三个人离开吧 大哥的五个子女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月亮 而月亮以前也对我很好 可是现在居然连他都要赶我走 可见在这个家里 是真的留不下我们三个人的 月亮 你是不是对你二叔说过些什么呀 就就是我跟他们说的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走的 你 他们一家人都在演戏 什么 月亮 如果你让我走 我可以马上消失在你们眼前 但是你怎么可以 离开外人来污蔑我呢 我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就是一条落水狗 随便你说什么 外人都会相信 很可能 我走在街上 就被人用舌子砸死 命运扫地 已经让我很心痛 可是 你现在居然要我的命 我跟你父亲是有些过节 只是我不明白 我跟你之间 又什么深仇大恨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 我去找爸 我 我 我去来找我爸让你走 看你走不走 月亮 你 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呀 什么被石头砸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呀 就是她 就是这个女人 她刚才还威胁我 说明天早上之前 如果不带着孝文 不带着苏伊 离开城江 她就要马上到街上 告诉别人 说什么 我特意查她家地址 还带了一个日本鬼子去 去强奸她 玲玲 咱们走 我没有污蔑你 你明明做过这种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被人强迫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玲玲 因为你想讨好 那个日本人 所以你才这么做的 你说话要真凭实据 我现在只简单问你一句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要亲眼看见 我跟那个日本鬼子去找你 咱们走吧 我是没有亲眼看见你 但是我在里面 听到了你的声音 亏你说得出口 原来你没有亲眼看见过我 但是你光凭声音 就一口咬定是我 就是你 当时我明明有机会逃跑 是你拉着门不让我走的 你的声音我到死都记得寂寂处处 和我声音相似的人 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不是要把他们 全部都抓来呢 程老太太 这件事是真的 那个日本人叫村上 就是那个少尉 你说那个日本鬼子叫什么名字 叫村上 村上少尉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在哪里 不如这样 现在我们所有人 一起到宪兵部 找村上少尉的日本鬼子对质 走 走 走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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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傻了 还敢去认日本鬼子啊 你去不去 你不去就代表你冤枉 我去不去 走啊 快去 大不了他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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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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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赶走吧 把他赶走吧 把程翔赶走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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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我爸爸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小枫 快把孝文抚下去 你在吵什么 吵什么 吵什么 那么大声干什么 吵什么 依妃 没事没事 你快回房休息吧 凤萍 扶他上去 快 曾亦祥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再踏进我们陈家一步 你听不懂我的话是不是 依妃啊 你回去休息吧 你别管了 是我让他们来的 你叫他来干什么 爸 很多事情你都忘了 但那是我的话 你是不是相信的 当然 那就好了 有一天晚上 高玲玲回家去 一开门 就一个日本人冲进来 然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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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跟他在一起啊 没有 现在没有 那就好 千万别黏上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没有一句说的是真话 爸 你 滚 滚 滚 程老板 他这次是真的 滚 滚 他没拉网 他这次是为了咱们家好才说的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爸 我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他为了博取你的同情 居然说他被强暴 这种话他都说了出来 他坏了他 他也是为了我们好 程老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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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板 走 爸 程老板 对不起 高玲玲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你滚 你滚 对不起 高玲玲 我还有个什么天大的事呢 我去休息了 来来来来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休息了 高玲玲 原来你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这一个女孩子家的 总把被人强奸这种话挂在嘴上 别说了 还有羞耻心吗 是不起高玲玲 别说了 高玲玲 玲玲 玲玲 高玲玲 好 原来老天爷真的是睁着眼睛 在上面看着人家做人做事 刚刚我都被 那个女人冤枉的五脏六腹 像是被火烧的一样 大哥就及时下来帮我伸冤 帮了我一把 看到没有 这就是做坏事的下场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么多 你看萧文脸色惨白 你还不敢快扶他回房凶血你 来来来来 萧文快来来来 小心 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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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没事 我们陪着你吧 让我们陪着你啊 你们走吧 让我一个人进一起行不行啊 你 你想在这儿待多久 我们都陪着你 桂花香 妈 你有纸和笔吗 我想再给爸写一段话 好 好 你说 第三十七页第二十一行 爸 你真的是个老糊涂 我真的很讨厌你 我这辈子最感激的 除了蓝妈妈 就是桂花香还有高玲玲了 书上说 像我有这种病的人 是不容易找到朋友的 但是现在我有两个 可你却那么傻地 伤害了我的朋友 你想想如果换作是你 别人伤害了蓝妈妈 你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 爸 我觉得我有这两个朋友 真的很幸运 为了自己的朋友 把自己的伤疤都揭露出来 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段 你想加什么 我帮你写 对呀 就算你要骂爸 我也帮你写进去 我要这么写 爸 其实我跟你一样糊涂 明明高凌凌 比桂花香漂亮很多 我还非要跟桂花香在一起 写行行 我帮你写 明明高凌凌和桂花香 一样漂亮 不是啊 不是啊 刚才她说的是 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 是吗 明明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一点点 不对啊不对啊 她刚才说的是 高凌凌比桂花香要漂亮很多 你现在怎么记性这么差了 都快赶上霸了你 你娘 月亮 你们说我是不是很难看呀 没有啊 没有啊 不是啊 我跟你讲 其实啊 那还是桂花香比你好看吧 不过就真的只有一点点 我刚刚看到陈吟祥发谎 心里都恨死了 我在想 我以前 是不是也是这副嘴脸啊 都过去了 别想了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愿意去想 当我一想起来 我就很难受 你就把那天晚上 当成一个噩梦 别去想它 很快就会过去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不是想那天晚上 我是在想 你们总有一天会结婚 总有一天会有孩子 你们总有一天会忘记我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是真的 等你当了妈妈的时候 你哪里还会想起我呀 不会的 是朋友 就一辈子是朋友 真的吗 当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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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